今天帶大家三千元玩東京 首先第一站我們從淺草出發吧 現在要去哪邊吃早餐呢? 我們現在要去淺草的February Cafe 那邊是一個很文青的咖啡店 裡面的厚片廚司加拿鐵 六百塊日幣 來淺草這邊參拜當然是免費的啦 不過兩旁的商店街 就看大家擋不擋得住右後囉 全運五元 在五七橋這邊呢 是一個非常適合拍擒擒空塔的地方 哇~~咔嚓 六百元地鐵任你坐 買好囉 來上野公園悠閒的散步看風景 上野公園的噴水紙廣場常常會舉辦活動 想要體驗當地風情可以來逛逛看看 午餐吃在媒體跟網站評價都很高的 咖哩專門店 Round S 這麼豐盛且分量大的咖哩 竟然都不超過五百塊日幣 炸雞咖哩 五百元 好喝 這家的咖哩蠻特別是在日式咖哩中啊 它算是比較辣的 所以非常刺激食 吃飽了來阿美肯定不經逛逛吧 那我們這次的省錢之旅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這次的省錢之旅呢 可以幫你省下一些旅費 拿來在上野藥妝店買藥妝 或是買一些祖產哦 我們現在要從阿美肯定 一路散步去湯島站囉 一路散步到湯島圖上 還會經過天滿宮哦 這個城市一定超靈驗的 都是會買耶 現在從湯島站出發去清晨白河 這邊我們到清晨白河囉 來參觀東京都內九大庭園的清晨庭園 這麼道地的日式庭園 門票只要150日幣哦 我們來喝文青的咖啡店 Iki Espresso來到這一杯385日幣 很濃很純 然後它的咖啡 咖啡都有一點偏酸 然後我個人喜歡喝酸的咖啡 喝完咖啡來這邊看個夕陽 好油災哦 離開清晨白河去超熱鬧的澀谷 雪布雅 GO YA 到澀谷囉 我們去道全版Mammon 吃晚餐才有力氣逛街 走吧 哇 太誇張了 吃滿滿的拉麵才7550 我也是有上過雜誌的店家 真的超好吃的啦 吃飽飯囉 開在澀谷逛逛吧 這時候省下來的錢 就可以拿一下米油了 我先去買東西 掰掰 吃飽 澀谷這邊的澀谷有多久 我們日式可以來這邊拍照哦 後面就是澀谷十字路口啦 來大家去心跳看夜景哦 走囉 現在要照看它上面去看夜景哦 今天的三千元完東京之旅 就在卡列塔的夜景中結束囉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是維恩 我是包博 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